郭文貴議員 三位好 我想討論了兩天 很多事情 也足以 勾勒出一個輪廓 那我們也可以看出碰到這樣的一個事件 整個政府單位 到底 有做了什麼努力 有哪些的輕忽 哪些的錯誤 我想就這個機會 讓這個事情更清楚 確認一下 這個 我們當然在兩岸之間 有共打跟這個 司法互助的協議 是吧 夏主委這確定 那 過去在幾年前 這個從菲律賓押解到中國 這些 人犯後來也回到台灣 那也算是一個 好的成果 是我們期待的 算是一個圓滿的成果 我想請教的是 這兩天 中國方面一直說 是我們這邊 對於這個詐騙 的處理 很多 而且是公部門的 我不是問你這個 我是說你們在雙方 過去 其實在東南亞有很多 我們都 嫌犯都壓解回台灣了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先不講這個 屬人主義啊 屬地主義 我現在問你們這個 整個互動的情況 好不好 互動情況還算正常 還算正常 但是過去 有沒有跟你們反應說 這個我們 這個判刑經常都太輕 所以這個 這個犯罪層出不窮 換個地方 然後就繼續詐騙 有沒有這樣 因為我們 台灣這邊壓得比較緊 所以大概都跑到 第三國去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真正的反應 請那個夏主委回答 在你們兩岸的各種磋商 各種場合裡面 有沒有做這樣的反應 我在我本人跟這個 張子君的會面的時候 並沒有談到這個 可是我知道 在有些業務磋商當中 他們是有反應過 他們有提過 有提過 是 因為 因為其實中國對這個做法 發佈了這個 紅色通緝令 他們是 幾乎是嚴打 想要嚴打 所以是貫徹他們的做法 我這不是在替他們講話 我是要釐清 來 次長 次長 法務部 是 法務部有沒有得到這樣的訊息 呃 我剛才請問 那個 他們的陸方 一直在抱怨說 我們判得太輕 一直在抱怨 一直抱怨 對 一直在抱怨 好 都有表達嘛 對不對 好所以 所以法務部的解決的方法 就是2月16號開這個會議 是不是 不是 那法務部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我們的解決方法 一直在告訴他說 我們的刑法規定 他是逼照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所謂整個法律的體系 所以詐欺罪 因為侵害到個人的法律 我們是依照法律說 你們來做刑 那你們所定的這個 所謂的詐欺罪 可以判到無期徒刑 是違反我們國家 叫做罪行均衡的原則 但是其實我看到 我今天表沒有帶來 我昨天其實整理了 包括像是上次菲律賓 40幾個人的案子 現在有的都服刑完畢 最重好像我印象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最重只有一位判3年多 他是好像我記得39次的 然後結果他 39次的詐騙 然後判3年多 他合併執行3年2個月這樣 所以你還笑嘻嘻的 對阿 我說就看著說我們是 是親 市長 市長 你這笑嘻嘻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意思啊 我就是說 你剛才提的我才想起來的時候 有這個案子 喔 突然發現腦筋靈光了 不是 你如果要這樣形容我也沒辦法 我是說 我那時候才提醒我 喔 原來有這個案子 市長 我現在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兩邊的司法互助 好 這個 共打這個犯罪 我想我們都支持 詐騙集團 好 不管他流竄到什麼地方 好 我們應該要 應該要嚴懲 我想也應該都可以同意啦 對不對 但是出了幾個環節 好 出了幾個環節 法務部 我現在在問你的情況 我看你在笑喔 坦白講 坦白講 你唯一做的就是 你跟他們解釋我們的法令 是不是 我跟他們解釋法令 他們說我們判得太輕 我告訴他說 因為你們的法制 跟我們不一樣 那他是抱怨我們 因為有兩岸互助的時候 要緩緩緩緩緩 你有沒有跟他提過 這個我們刑法第五十條 其實連續犯 常業犯 都已經取消掉了 對啊 我有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的刑法已經修正 他是一罪一罰的 對啊 是啊 所以可不可以累積法 他是可以累積 但是法院都一直給他重清 所以我們一直跟司法院協調說 這個國際上裡面金額非常大 應該要重判 因為他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急凸刑 所以你們有跟法院反應過 有反應過 有做過這樣的努力 我們也要求他們在具體個案的時候 到最後要具體求刑 但是因為這是法院的職刑 你的檢察官求刑 求刑的這個刑度呢 我們的求刑都是重重的 就是根據他的那個 為什麼常常都要到一審二審 到二審的時候通通減半 對 那法院的判決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有做上訴 就是有上訴 現在他給我的資料就是這樣 我們都是上訴 這個坦白說 從這個案子 我看到你們在自己內部 自己內部我們整個這個法律體系的 司法體系 怎麼樣去面對現在整個社會發展的這個趨勢 怎麼樣在刑度的考量 在判決 在面對這些 你們的努力 你不是羅部長 我看羅部長他的態度就是這樣 乾脆讓你們管好了 我這樣形容你同不同意 我不知道羅部長是什麼 我剛才一直講說 我代表法務 我們的立場就是 我們主人一定要 我們也有管轄權 就是這樣 那不是說乾脆讓他去管 不會放棄我們的管轄權 我看羅部長的這個法律的思維是這樣 這個我就不了解 他的回答 我不了解 我今天 坦白講 坦白講 我們這個釐清了那麼多問題 這裡面我們看犯罪其實也都相當的努力 我們看到外交部 我們在非洲那麼困難 從南非這個案子發生 其實也不斷在奔波 我們看到陸委會 雖然我覺得說你們應該更早反應 但是至少 這個立場 還算 還算堅持 我也知道對對陸的工作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看到這個法務部長 從他的 從他的骨子裡他的觀念 都出現大的問題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罪犯有沒有人權 罪犯當然有他 我們刑事被告都有 那可不可以討論 沒有錯 那可不可以討論罪犯的人權 你說在哪裡討論罪犯的人權 任何地方啊 當然是啊 罪犯還是人權 他是人的話 都是有人權 當然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 可是我們的羅部長 大家在談個案子的時候 他告訴大家什麼 你知道他回答什麼嗎 我不知道 我應該上樓去問他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人在這邊 大家在討論 台灣 台灣公民的人權的時候 他跟大家說 他們是罪犯 討論什麼人權 我甚至懷疑他整個這個 這個2月16號這個會議啊 大概都跳過你 今天市長也沒來 開這樣的一個 非常奇怪的一個會議 問題的根源 問題的根源 我覺得很清楚 幾乎就是羅英選 對人權的觀念沒有 對整個法務部該運作的努力不夠 但是為了訪問中國 為了這個 這個 討好 竟然下指令去討論這樣的一個會議 這個 我認為司法委員會喔 做譴責還不夠 我覺得現在雖然是政權都已經交接了 這個 本院應該做個決議 讓這個羅英選 提早下台 一點都不適格再繼續再擔任法務部長 坦白講 我們連一天都沒辦法忍耐 好 請回 下一位執行委員 趙天林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想先請法務部次長跟副司長 趙委員好 您好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請內政部 陳次長跟警政署同副司長一同好嗎 謝謝 昨天本人正是先揭露了